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一座 要带大家来看看近年来他们为民众争取的种种福利 首先我们欢迎安乐区市议员余三发 主持人小军好 我们滚回兄 我们滚回议员好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余三发 第二位是我们七堵区市议员张耿辉 小军好 三发议员好 其容的观众朋友及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张耿辉 大家好 张一座好 很开心邀请到两位一座来到节目现场 但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城市博览会 很多民众反映城市博览会之后 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但是最后留给季隆的到底是什么呢 很多民众都纷纷向一座来反映 我们要先请教法科是不是在交通上有些民众有不同的意见 首先我们借这个机会要来表态一下 就是说我们肯定城博会的这个活动 不管事后留给民众的印象是怎么样 那我们有办活动去行销基隆 我们都觉得支持 所以在议会 针对城博会的预算 我想应该五千万跑不掉 再加上其他周边的我们就不去论述 那至于城博会的这整个活动里面所带来的效果 我们希望能够有所延续 目前看来好像就这几个古迹这样 我们也不去多做一些评论 不过针对民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有两个 一个当然是天灾 就是那个我们Keylong地标被累击 那事后市府有赶快去抢修 那么新做好的设备 竟然在这个防累击的设备上 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做足 我想这是市府应该要再适合做检讨 虽然是天灾 我们不能谴责 不过还是要检讨 为什么新建的 现在的防累的这个科技这么发达 这个设备这么多 为什么会做到让这个被累击给 这个老天可能有在提醒什么事情了 那么最让人诟病的 就是城博会期间最严重就是 民众去做到漏水的公车 这个漏水的公车 真的是把基隆的这个行销 真的把它行销出去了 那么议会非常支持市政府 也给了八百万的预算 不啰嗦就给你嘛 让你去把公车弄得漂漂亮亮 人家来靠好看嘛 我们也替你 替你很大高兴说 能够让人家对基隆留下好影响 可是似乎我们才知道 这个八百万花在哪里了 花在只限定那些底盘公车 低底盘的公车 那些有楼梯式的公车 他不考期 因为城博会要用的是这些公车 所以他是针对这些公车 那我要告诉各位 这些低底盘公车都是比较新的公车 他的考期都还很好 只是有部分的锈石 可是考期的时候 是完全不板金 生锈不处理 甚至有破洞 屋顶都破掉了 也没有整理 才会导致今天闹出这个笑话 外面苦彩苦得水当当 坐在里面 竟然下雨 还好这个我们 这个算运气不错 重点的那几个假日 人潮比较多的时候 刚好都好天气 要不然的话 这些这么多的民众 搭在我们的公车上面 穿着雨衣 我想这已经不是国内新闻了 这个算是国际新闻了 来参加你们城市博览会 穿着雨衣在搭公车 那么我想这一次 让我们很纳闷的说 你针对性的这样子 然后把那些年支 比较旧的公车 你不但不考期 你又怕外人来看不好看 你就发给司机 出辣给他们 因为生锈的地方 长期在马路上跑 大家也看得到 那些公车生锈的地方 生锈颁布的地方 会把那个生锈的水 流到我们车子的表面 然后他发给司机说 你们每一个人要去把这个 用粗辣把这个生锈的 要弄掉 才不会 客人来的才不会难看 然后城博会期间 天天要他们 空班就要洗车 空班就要洗车 不要让外人看笑话 司机也是人 人家也是要休息 而且你想想看 该当比较老旧的 给你钱 比较老旧的你不考 你去考那比较细一点的 那么 机动室的公车 我真的 这段期间 我真的 已经发挥很多 很多时间 在关心公车问题 就像我在两年前 市长说 在意味着可能是口误 或是不是资讯错误 他讲机动室 10点以上老旧公车 只有六部 经过我收集的资讯 两年前我就认为说 是39部的嘛 明明确确车牌号码厂牌厂牌 我都可以讲得出来 到了去年 正常来讲会变成55部的老旧公车 甚至于我还跟市长讲说 你如果在今年底要卸任的时候 我当初把它算下来 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 你会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甚至一半的公车 都是10年以上的老公车 你知道我们公车处多厉害 这个真的是 实在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们公车处竟然去 去采购一些中午公车来 为什么 我说有些公车17、8年了 然后10年公车 他为了要把这个10年公车 这个数字把它给降下来 人家台北、新北 他们是每8年就要把公车淘汰掉 那我们基隆市公车 去买这个8年的公车 人家淘汰掉的公车 买来凑数 为什么 这样没有超过10年 等到今年年底市长 在去年买的嘛 买了好像十几步吧 那到今年年底 林佑昌市长卸任之后 下一任市长接到的 这些车又满10年了 所以明年的 不管谁当市长 他所接到的基隆市 是有一半以上的公车都超过10年了 我想在这里 我还是再一次要强调说 我对公车的这个议题的关心 也更注意到这个劳工权益 你公车住要省钱 要省该省的钱 像现在公车的洗车 这个单位这些人员退休了 他为了省钱不补 那车怎么办 实际洗 自己洗 自己打蜡 就像我刚才讲 我们在对面也看到 司机自己在那边洗车啊 人家也是劳工 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也有家庭要照顾啊 你也要让人家休息一下嘛 你叫人家司机自己打蜡 你当做你公车住室 现在是汽车美容店了 然后现在又改成白色的 基隆又容易下雨 尤其让鞋尔发电厂 现在这个这个烧重油的 经常会污染车子 这个司机是苦不堪言啦 你公车住只想做表面工夫 给人家好看 你今天基隆市政府 想把车子弄得漂漂亮亮亮 你用白色的 好 累死这些司机了 你把那个洗车单位又裁测 好像没有裁测 只是没有补人啦 让司机变兼洗车工 司机又怕说年终奖金 年终的烤鸡怕被影响 眼泪寒着之后配合去做嘛 甚至于我还听到 听到最近司机 司机有在谈一个笑话 是苦中作乐的笑话 竟然在疫情期间 跟我们的司机确诊 隔离 没办法上班 扣薪水 没有薪水 为什么 你如果不被扣 你要自己举证 你是被乘客感染 如果乘客感染 那我就可以让你放防疫架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开车感染 所以你要自己举证 我这个是荒天下之大妙 司机是苦不甘险 我当公车司机已经是高风险了 不小心染疫了 我们的公车处竟然没有给他们薪水 我想这个权益问题 像我们基隆市政府 不要因为我们在议会一直追着公车处 亏损问题在做讨论 你就去用一些 真的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去节省开销 譬如说我刚刚讲的 你 连小朋友都知道 车子锈食了 要板筋了 绑好之后 锈食处理好了之后 才去烤漆 然后像这次的公车 锈食 跟板筋 都不要管 你直接把它喷得飘飘飘飘就好了 才会导致我刚刚讲的公车 屋顶都已经破损了 它直接把它喷上去 游客来才会去发现到 游客坐公车淋到鱼 所以像我们这一次 公车处的2.4亿 送到我们大会来讨论 没有直接通过 用追加预算的方式 最主要是说 你看我们给你3 4亿了 这种补给你 加上你办成博会 你看花了至少五千万 你可以买多少新公车的 所以要告诉各位 我们计通室的公车问题 还很多 我们一直在 你看抛锚的 抛锚的情形 屡见不鲜 到处在看到抛锚 更离谱的是 我在这边 前阵子我们疫情期间 我们不是有某一个市场 后来因为确诊嘛 我们技工市市长他竟然回答我 让我很傻眼 我说你确认为了防疫 要把这个公车调来当防疫公车 要当防疫公车的时候 你竟然要把他们送到台南去 好吧 为了中央指揮中心 要送台南你也知道送台南 好啊 然后市长他们认为说 这个既定政策就是说 市公车要拿出来做防疫公车 我说你不会像别人外线市 去征用游染车吗 你竟然把基隆市的这些老公车 拿来载到台南 把这些人人命不当命 果不其然 在彰号抛锚 高速公司上面抛锚了 基隆市公车的抛锚率 在全台湾非常非常出名 算排行榜 算排行榜 这次那个公车让游客漏水 让游客淋到雨 也算排行榜了 所以我对整个陈博会 我还是站在鼓励认同肯定的这个角度 可是在这个配套方面 以及这些做粉饰菜品 表面功夫的这些 我希望真的为了像我刚刚讲的 基隆地标啊 虽然是天灾雷达到的 我也不知道真的是不是雷达到的 不过既然你解释说是雷达到的 那我还问你 你刚为了陈博会花那么多钱 去把它做新的 为什么你那个防雷集的设施 你不把它做好 就这么刚好在你办陈博会的时候 被雷达到的 刚花了钱就打坏掉了 虽然事后修好了 可是这个凸显到说 只想到做表面功夫 不是长久之际了 希望为了基隆城市发展 这些东西要再多注意 谢谢 可以看到罚克真的对民众的民生问题 非常的关系 就是要民众安全为优先 那可以看到两位一座在地方上 经历都花了相当大的心血 深耕在地完善民众的需求 如今呢 现在基隆是迈向高龄化的时代 如何安老养老 甚至在全民健康上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张一座 他其实为民众争取很多 谢谢 那在我想在没讲到主题之前 我在这边首先要感谢 我们所有议会的同仁 还有事务的团队 因为有议会同仁的支持 还有事务团队的努力 还有针对耿博在这一届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看榜这个人家说 这个我的证件 总共有15条 那因为我从政这五届的 很多的政策不是一届就能争取到 很多是弃而不舍 尤其我讲到第一件 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长照 机构的补助 当然在这边 我想我在18届的时候 那时候也一直 就是在争取 这我的证件 18届 那个导播那边要放 就18届的时候 我想在第七届定时会议 21次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有提案 在这边的话 希望能够有所补助 然后追到这一届 再没讲到这些差别在哪里呢 在我们长照1.0 他们是10年检讨一次 在长照1.0的时候 当初的话 只有三种人 他直接补助养护机构 哪三种 低收入 第一种 第二种是中低收入 第三种是生活经历1.5倍 还有是紧急保护安置支扰人 在这种状况下的话 因为我有一个服务部的同仁 就是我们主任来讲 他跟我讲说 我们提这个案非常好 他的业户 一个月到养护机构 要花多少呢 跟大家报告 要5万4 他现在仍然都还在 为什么5万4 医疗会 外辣会跟营养品 营养品的时候 有时候又规定 要哪一种品牌的 一天要几瓶 包括尿布 种种的话 他们一个月要5万4 似乎我们在座的年轻人 都是独子的话 家中有个长者 假设要需要的话 他结问了 家里面要不要照顾 要不要生活费 所以在这个 我就把它列入政界 一直争取 那我反观点 我们看一看 我们目前的话 基隆市来讲的话 台湾的人口 已经走向老人化了 长者化了 我们现在前台的话 北部地区是第一名 然后前台的话是第五名 仅次于嘉义 南投 屏东 营林 再来就是基隆市的 所以说基隆市的话 长者已经说 让这些年轻的负担会很大 所以我在议会一直争取 争取这个案 也弃而不舍 从去年18届的时候开始提案 到现在总算108年的10月份 1号已经正式上路了 这正式上路我非常感谢 我们刚才我讲的 感谢我们一位同仁的全力支持 除了提案他们入案 还有我们主管单位 市政府社会处 吴处长带领的团队 弃而不舍 一直向中央来问 现在已经按照什么 按照税率级的 所谓报税抚养人 简单讲 就是今天上养务中心的 是我负责来抚养报税的 我没有扣到一毛钱的税 我一年可以申请多少 6万 6万相当于一个月 就补住5000块 不补不独小补 第二种是说 我们报税5%的话 是不是0至54万 54万的话一个月 一年只要住三个月的养务机构 它可以补住5万4 5万4除了12个月 我们一个月就可以补住4500 所以45000的薪水 我们一个月还可以补住4500 那第三种就是 我们税率级的话 12%我们还可以补住 一年还可以补住45600 45600我们给它处理12个月 一个月3800 那相当于12%的 所得的话相当于 54万到121万之间 总共我们以121万来 处理12个月 一个月相当于 10833的薪水 它还可以补住 当然超过20%的话 因为高所得了 这就没有办法补住 这是前台适用的 当初我在议会讲 这么好的政策 为什么不先倒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敢保证 我也相信我今天在这边 如果没有讲 很多的市民好朋友 根本就不知道 我不好意思说 警戒是怕人抓到 因为这个确实是 前台适用的 前台适用 我当初也 印了服务处 也印了这张先稿 然后在相关的一些活动场所 我一直 在 不能送给我们市民知道 让他们知道 不要压力那么重 那第二点的话 刚才讲的 有关这一次我的公托问题 在我的公托也是我这一次的政见 政见的第二项 第二项是我的 为我们这个市民好朋友 核家湾筛检 核家湾筛检是 这一次也是我的政见之一 核家湾筛检的话 我也在18届的时候也开始提了 就这一项 核家湾筛检 这一次核家湾筛检来讲的话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是牵扯到健康问题 那我在议会 在相关的会议 我也一直提这个问题 这个是市民的整体健康 他所谓核家湾是把室内的 搬到部外的 那以前都大概1000多万 这个在这边也感谢议会的支持 现在本来111年增加了 140万 那140万的话 他们现在就是由 联合诊所医疗诊所他们招标 根据我们基隆市的市政府所编的 经过议会三途通过的预算 来做他的人事 那我的意思就是 健康是市民的财务的基础 因为有健康的身体 他才有能力去工作 那我也一直请市长 还有我们主管单位 卫生局长 尤其我们前市的市民的健康 绝对不能拖太久 才去检查一次 因为为什么 我几例来讲 癌症的他们在核家湾筛检 也过滤了很多癌症的初期 发现了很多癌症初期 可以及早的来就医 若是说拖得太久的话 他可能会造成的话 举例来讲 四五年的话 他可能这一些 他的病情都已经扩散了 所以在这边 我想核家湾筛检的话 为什么我会很积极的 跌入我的政界 而也一直一直在争取 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市长 还有我们卫生局的主管单位 相关承办人要重视这个问题 基隆市的核家湾筛检 就是一个健康检查 而且我相信 在收看基隆的观众朋友 我相信你也有去过健康检查过 这个反应都非常好 而且这个经费 我也一直在争取 那这个核家湾筛检 医疗团队 他是根据 我刚才已经讲了 是根据他的经费多少 来做多少人事 那对于我们这些市民好朋友 有一种好处就是说 他家里面核武检查的条件的话 他可能一般到医院去检查 大概都一万出头的 按照正常的健康检查来讲 他假如说一家有四口的话 他也可以节省了大概四五万的钱 我想这个核家湾筛检的话 日后有机会市民继续 有机会连任的话 我也会继续的在下一届 列入我根细的来争取更多的经费 来办理这个核家湾筛检的次数 因为这一次我也问我 因为疫情关系 他这些经费 这次有增加140万 也增加了很多人事 我也希望说 这些经费能够保留 那当初在执行的时候 卫生机航 以达复活 这个不会不几半 只是现在疫情还很严重 他会考虑 可能会只有延后的话 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 对我们市民一个很好的政策 可以看到一座很用心 就是为大家的健康来把关 而除了健康之外 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 我们的INFAP长者 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新建于民国62年的基劉势力 等爱之家 在110年就是去年的9月 办理了机关裁册 预计转型为全台第一座 长照园区 我们要请教法格 目前的现况跟窘境 到底是为什么呢 像各位报告说 我在二十 大概二十六年前吧 我就是当地的里长 那么面对里面 三四百位的这个长者 我一年四节都有去关心他们 但是那我觉得 这个很鼻酸 因为政府为了要把 那个仁爱之家全部撤走 各位知道吗 我们基隆市 六十五岁以上 孤苦无疑的这些老人家 已经没有政府在收容了 当然有啦 之前剩下的那几位 还是有啦 打散到各地去 当然仁乃有个博外之家 有很多去到那边 但是收容不下 有很多都已经被送到外县市去 甚至有一位老人家 到我服务处来苦暑 他说他被仁爱之家给 除名了 为什么除名 因为他不符合资格 为什么不符合资格 他说我九十几岁了 他查出来我有一个女儿 因为他有一个女儿 就不符合那个他是孤苦无疑 所以他不能再继续住仁爱之家 他说我的女儿七十几岁了啦 你才找不到人可以抚养啊 你现在用这个理由 把我赶出仁爱之家 他欲哭无泪啊 在我服务处这样讲的哭哭 所以仁爱之家就这样 整个撤掉了 你知道吗 我们既然有一些老人家 他即将满六十五岁了 他符合可以住仁爱之家之格 这些人 现在有好多户籍都已经迁到 万里金山 甚至于瑞邦 为什么 后来还有殊荣的机会 基隆已经没有了嘛 当然说仁爱座长照园区 长照园区未来会是如何 我现在要讲的窘境就是在这里 我在那边当里长 我的服务处在那里 现在当地里长也是我姐姐啊 我们都一样不知道 未来仁爱之家要变什么样子 现在到底状况是怎么样 未来规划是什么 我们都没能知道 附近的邻居更是不知道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缺乏 这个跟地方上的沟通 尤其尤其最近 荒废已久的仁爱之家 突然像我们的那个火葬场一样 开始到晚上灯火通明 我觉得奇怪了 怎么会这样 原来他把它征收来做防疫期间 一些安养中心的老人家 就送到这边来 地方人心惶惶啊 你至少先沟通 让大家知道一下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对这个仁爱之家这个地方 我对他的未来 当然我们期待说 像现在十千年工业也整理好了 希望以后这个地方 真的能够做一个 很好的程度到中心 可是已经两年了 毫无动静 现在拿来做防疫用 甚至有向各位报告一个坏消息 我们群基隆市唯一公办民营的 这个恒安安养中心 早在几个月前 他就已经不再继续经营了 那我们市政府 还有去跟他沟通 去拜托 请你继续留下来好不好 然后跟他签合约 照理讲这个合约上面 就早就应该要写这个东西嘛 你不想再接手经营 你几个月之前就要告诉我 我好再去做另外招标嘛 结果市政府 在要签合约才知道说 你怎么做啊 我怎么做我们这老伙子要怎么办 几百个老人家怎么办 然后市政府跟他拜托沟通之后 好像沿着三个月还是四个月 不过据说 在这个六月底 业者确定不做了 那现在一些民众都来告诉我 我们家的长辈就收容在那里 一个月花好几万 现在他要撤离 我们没办法啦 只好跟那个恒安签了一个同意 就是说我同意你 把我签到外县市的恒安 因为恒安它本身 在全国有好几个地方嘛 最近的是戏子嘛 据说还有土城还有哪里的都分散了 跟从前仁爱之家解散的时候 那种情形是一样的 这些人怎么办 就往外县市去 往外县市去的这些人 是因为他的家属 每个月有替他付了几万块钱 让他住在恒安 可是恒安大家要记得 恒安它是我们基隆市公办民营的 所以它里面好像有六十几床 好像是三分之一吧 六十几床 是属于我们政府收容的 卧病在床的人 那我要问你了 那这六十几位怎么办 这六十几位怎么办 当然我们市政委讲 我会负责我会负责啊 我告诉你你现在连这些安养中心的人 都已经挤到仁爱之家这些 这些把它重新启用 难道你要把这些 我们原来收容这六十几位 你要把它放到马路边去晒太阳吗 所以我们市政委在这个老人 这个安养机构这方面的 似乎有浮现出一些问题 我据我侧面听到的消息 是因为市政委要求恒安 要对仁爱之家要协助什么 做什么让他觉得很划不来 所以他不想经营了 那我们各中也没有去参与 都是听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多做定论 但是很明显的现在已经出问题了 仁爱之家裁设之后 基隆市以后姑姑老一的人 姑姑无一的老人 没有无处可去了 现在连我们公办民营的老人安养机构 都要熄灯了 那我们这些老人家的福利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在这里 这个老人外移 当初人家移掉了 有的人移到外县市去 到现在为止家属都还来 我服务处来拜托我说 怎么办怎么办 有没有机会再把它牵近一点 那我这边在此要期待 要期待我们的那个未来的市长 当然现在还不知道 年底就要选了 这剩140几天 150几天就要选了 希望未来的市长 要好好重视 我们老人家的安养福利这方面 不要只是放烟火 不要只是这边 弄得 弄得 弄得飘飘飘飘飘 弄得飘飘亮亮 灯打得亮亮的 然后这些真正社会福利需要的地方 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要重视 要重视 我看着那些老人家 这样郁郁寡欢 一哭无略的这种情形 我们看着真的很心酸 再此再期待 我们新市长 要记住 记住 基督市民需要这些东西 是 不只要关怀我们的长者 若是在幼儿的部分 其实我们的义座也都很尽全力来争取 我们来请教我们的张义座 在争取幼儿供托班次 来减轻父母负担费了很大的心理 谢谢 我想整个有供托班来讲的话 这也是长期我来在议会出的 刚才所谈到的长照问题 跟供托的问题 现在确实是造成我们市民非常大的负担 那吉利长讲 在我们这一届四五六年级 我大概都有感受了 父母薪都已经抚养好了 然后孩子也把他们教育长大成人了 现在问题就是说 我们这些本来是寒宜都孙的阿嬷阿公 现在为什么又要带这些孙子 不然人家聊到一半 不好意思 我要去带我们孙子 要去做什么 那年轻人呢 现在就是要双心 如果是供托班的话 抽到私利的 没有抽到公利的话 人家台语讲的 手机要大支 两个要双心的 年轻人也无奈 所以在这个的话 我在整个来讲的话 这边也是我这一届的证件 18届的时候我就开始 一直在追这个案子 追到现在的话 终于有个着落了 我们在前世来讲的话 来讲的话 108年的话 我整个的话 我们前世的话 中签例的话 大概就是66.94 那前世的话 在我们前世都在110年 我们一直增加 每次总资金 我就一直追着案子 我现在中签例的话 前世大概90.95% 那在下一月的话 我看西赌期来讲 西赌期来讲 目前的话在 我们111年来讲是 84.53% 那111年的话 是已经到达94.7% 那未来的话 我是希望因为 现在少子的话 在我们的教室 闲置的教室会很多 那希望在未来的市长 我也期待 因为最主要 我也私底下 跟教育处的杜处长研究 有没有办法 不要让这些我们市民好朋友 这些年轻的负担太大 抽不到功力的 他也说只要我们 家长能配合 目前下一届是有可能 因为这种 大家都往明星邪教去 都是说不要往明星邪教去的话 是有办法的话 以后就是朝向 大家都不要抽签了 就直接可以就读公托 以上因为时间关系 简单的向大家报告 有机会上我的网站去看 我会写的很详细 就是要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 让民众生活的更好 有幸福感 同样是营造幸福感 要带大家来看看实权题 一个一包 一包一包 手柱饼干 长照机构涉摊 帮民众量血压 还有亲子互动摊位 经过的四议员 于三发多年争取 实权厅公园终于改造完成 摸十字的六滑梯 及周边的运动器材 和过去自业茂密的昏暗环境相比 现在公园的视线场地变得开阔 民众很欢喜 这么跨 都很宽 花这么很漂亮 流滑地都掀出来了 没有啊 以前流滑地这边不一样啊 对啊 这次用最小的敬佩 我们最大的努力 拿到了最少的敬佩 终于把这个地方 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改造 不然从前都是 这边补一点 那边修一点 那边改造一点 总是一直看不到说 它整个的一个大的突破 那么这一次的 大突破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经费 集中在一起 把两年多来的经费 凑在一起 一次性的把它做一个大幅的改造 这样才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变 那么未来我们最期待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地方大概还是这个公园的三分之一而已 后面还有三分之二的空间 当然这几年来 我们在这里真的还不错 迎接新的公园启用 甘城里里长邀请李明一起来热闹 对于未来公园的使用方式 民众纷纷写下意见 以前就是一个圆环 没什么 就是有几个椅子 现在有活动 有那个流滑梯 有亲子 有接台 这个在那边 活动非常好 也希望说 借由这个活动 来实验看看 以后我们的公园 是不是可以扮动 类似小型的市集活动 或者是这些园游会 让李明大家 我们社区有一些达人 或者是说我们社区 有做这些特殊才艺的人 都可以来我们这个公园里面 去展现出来 尽管天空不作美 外面下的雨 但李明纷纷来热闹 希望公园成为 李明更多的实验基地 好 谢谢 因为这个石建林公园 确实经过我们多年努力 真的是有一个新的面貌出现了 但是老实讲毕竟还是一个小公园 所以我们现在又想到 因为石建林公园的对面 就是安乐国中 旁边就是仁爱之家 那么面对这个公园的前面 是一个大湾 所以二十几年来 它没有办法 那个有斑马线可以穿越 我们一直为了这个 一直在头痛 所以我们经过这几年努力之后 我们后来现在 已经规划出一个蓝图了 那大概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在我们 安乐国中再往上走 走到这里 这个路口就是仁爱之家的路口 那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们找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有红绿灯 学生可以从这边过斑马线之后 如果这边 我们规划是在这边 做一个木栈道 只要木栈道从这边坐上去 学生在这边上下车的时候 就有一个斑马线 有红绿灯有斑马线 学生以后如果从这个地方上去的话 交那个过马路的安全问题就解决了 不然这个地方老实讲 一直荒废着 因为这是学校用地跟国有地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这样可以弄出来之后 各位看一下 这个小小一个 我用原子笔简单大概画的 这是我刚刚简单画一下 这是我们未来的愿景 希望这边木栈道还可以做一些观景台 为什么 这边如果做一个大风车的造景 以后会是成为打卡景点 为什么 这个地方从这个箭头看下去 箭头看下去这个地方 就是基隆市区基隆港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可以 成为未来的一个地标 而且各位看一下 从这个地方的对面 就是我们刚刚影片中的石圈亭公园 甚至可以像我们的暖暖苗埔一样 这边搭一个空桥过去 就叫石圈亭公园了 所以我们很期待 经过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就像我们耿卫兄刚讲的 我们从前做的 所为大家做出来叫政绩 我希望这会成为我们未来的政界 我们希望石圈亭公园 跟我们现在新开放 现在规划的这个地方 以后能串人起来 让石圈亭更扩大 让学生上下课更安全 让地方整个风貌会做改变 让我们多一个新地标出现 是 这就是为民服务 为民谋服 一样要为民谋服的 要带你来看是营造好的休閒设施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耿卉一座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住家附近的公园 在七堵区的部分 有哪些亮点 是 我想在这边的话 耿卉在这边特别要跟大家报告 以外 尤其我们百湖公园 好征我们基隆市的两大公园 这也是我这一届的政界 这百湖公园来讲的话 这一届的话 就是在十八届的时候 我也一直在争取 而且这一届也列入我的政界根系来追踪 这个百湖公园 尤其这边我也当然感谢地方上的议员 都蛮关心的 也谢谢议长也鼎翼的 在支持这个案子 然后我来讲的话 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就是这一次的百湖公园来讲的话 我相信整个经费来讲 现在已经住百湖社区的 我们尤其七土区市民也很了解 现在如火如土的 已经在在执行这个案子 总共在执行案子 这个经费的话总共的话在111年度的话 总共经费它有分两期 总共经费的话是六千七百 七百一十四万 第一期的话一千万的话 已经在第一期的工程 已经在111年2月22号 开标结议后 3月17号定约 4月份已经 月底已经开工了 那第二期的话 因为经费的话 内政部营件署的话在111年4月11号 核定为四千八百万 那四五字筹款的话是 九百一十四万 总共经费的话是 五千七百四十一 加上延期第一期的话一千万 总共六千七百四十一 六千七百一十四万 这边的话当然了 现在如火如土的在进行 我也会继续在 有机会我也继续会再争取 这地方特别要感谢我们事务相关 当会的努力 那有关于我们太安公园来讲的话 我想这是百福公园目前的重要 那太安公园来讲的话 在这边的话 也是我在这一届的政见 但是我对于这个太安公园 我会觉得很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当初这个公园科来讲的话 他是在公务处 当初我在提这个案子的话 跟我们议会答复的话 已经在说列入108年的规划办理 结果搞到现在 让我在议会一直发飙 然后市长在去年度的 总算他出手了 这是我们去年市长 111时就是去年的11月24号 总到他也受不了 因为在议会我一直申请 这个你们公园科本来是在公务处 有时候又范围又改变 它组织在改造 改为我们都发处的公园科 都发处的公园科 现在负责两个 只有两个公园 哪两个 一个中正公园 一个百福公园 那其他的公园 给七公所 问题七公所 他经费也没那么多 人力也没那么多 简单的讲 光七堵七月两公级以下 就十几个公园 所以在这边的话 他们一直推 推的话 真的是我对这个公园的话 本来说108年很快就完了 那天市长特别约我 说下午去看 110年的11月24号 基隆的话也有去报答 然后我也一直一直在那边争取 然后现在的话 现在已经争取的状况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目前的话 前阵子日前的话 有关台湾公园的话 他们现在正在 已经也做了我们的 在5月28号 最新的就已经办理 我们这个市民的 整个交流工作法 就是听起地方上的意见 但是在最后面的话 应该在6月底的话 他可能就是要完成了 细部检讨规划 6月底初 他会完成整个 细部计划的核定 再向中央来争取相关的经费 所以在这个我觉得 在市政府的话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经费 最多是三四千万 就能把他这个太阳公园 规划的很好 但他还是一直 要向中央来争取 这个地方上很多很需要的话 他还是要向中央来争取 搞到现在以前的公务处 我说公务处那时候 就已经跟我们议会正式含护 说108年度已经要列入规划办理 结果搞到现在 他们组织再告 再造改来改去 程度刚才我们一眼所讲的 一个城市博覽会 好像在凤凰煙火一样 现在把所有的东西拆光了 两天完以后 包含那些什么图书馆 那些什么书籍 那些厂商人家也撤了 然后国门广场那个也拆掉了 好像是说当人家长官来看一看 就终终拆光了 这些花了多少钱 我们一个公园 他可能是长期的 让市民在这边休憩的 他不动 就搞得推来推去 推到108年 现在那天去年的11月24号 市长邀请我去看 这个太阳公园怎么规划 当然现在也就是规划设计 他下任以后可能是第一级 看看能不能完工 后续的还要等到下任的市长 我感慨很深 所以我那时候在议会 我也真的很不高兴 这个除了当然是我的争计 我一直会争取之外 当然董事他有一个结果在 我还是很谢谢市长那天 肯拨容他的时间 到我们太阳公园去看 当然我是希望 当然他马上要卸任了 很多事情都要轻重反及 要知道市民所惜的 要苦民所苦 要了解市民真的需要的地方 我想这个有关于我们整个 不管是百湖公园也好 太阳公园也好 有机会的话 当然市民在我有机会 让我继续有机会连任的话 这两个公园还是要根据得争取 对这就是要为民谋服 另外还有一个让大家生活感到 很重视的就是我们的交通问题 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基金公路 每逢假六或上下班的尖峰时刻 令地发头痛不引 因为都会塞得一塌糊涂 我们要请教法哥 好 谢谢小菁 那么我想我在前面多久 同样在这个节目上 我有提到说台六二线的延伸案 我们不能只是新北那边在 在那我再稍微讲重点一下 就是说当初我建议说台六二线的 这些方案都已经胎死腹中了 那么我曾经在基隆建议说 干脆从七堵直接拉一条 经过我们优萊玛林山上 过去万里 在基隆没人重视 但是我金山那边人对我们基隆很误解 一直以我们不那个 结果我到金山万里参加说明会的时候 我提出这个案子之后 这些里长的鼓掌叫好 他们的立委马上就提案了 那时候我一直希望市长要重视 你要把这个东西要跟新北一起合作 让我们政府来重视 让这个东西成案 当初还在期待 那我现在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图片 让大家看一下 我要告诉各位 现在这个图片我们可以先让大家看 然后我在这边旁边跟各位嘴说 这个就是我们最近终于让我拿到手了 终于看到了台六二线七堵延伸 万里及金山可行性评估 这是路线说明资料 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下一页是现在他们新做出来的评估 这个不是凭空而来 而是真的已经我们从建议梦想 到现在已经进入到 进进到要实现了 正在进行式 我们下几页我们可以很快速通过 这个都是可行性评估 它有几个方案 也就是说我所讲的 如果把高速公路或是快速道路 从七堵这个地方延伸过去 我告诉各位 这个资料来自于万里 我们基隆市政府到目前还是置之不理 他还是不懂 还是不清楚 还是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但是我向各位报告 接近公路交通改善问题 会借有这一个延伸案 会有所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甚至于我们耿威兄的这个七堵区 幽拉玛林那些山顶没留了 以后有一条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 经过之后那个地方 你说的发电了 那些光光农场 那些我们休闲农场 以后那个地方会不会是我们基隆一个新的发展的空间 因为高速公路快速道路有那么过了嘛 只要到时候我们要坚持一下 我们在山顶的土地那么多 趁在做一个杂道我们就好了 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 我会为什么上次讲 今天又来讲这个问题 是因为上次我们在期待有结果 今天是我们已经看到 可信性评估资料出来了 我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 但是我对基隆市政府我很失望 因为到目前我们知道 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还没有在重视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市政府要赶快赶快重视 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个可信性评估 跟进 跟进 不要只有别的省事在努力 基隆市也要努力 就是希望市府不要自身示威 要重视这一条线 因为外省市也在努力 那除了这个解决交通问题之外 要从根本入手 要打造优质的人行空间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梗辉宇座 谢谢 有关这个打造优质的人行步道 这个也是在我这边有大概十八届的时候 也一直在争取这个案子 那现在争取的结果的话 跟大家市民好朋友报告一下 目前来讲的话 整个优质关系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简单的在这边报告一下 因为成功国小周边的改善工程的话 大概前长的话就是337米 然后实践路的话 改善总长的话是2800米 中正区的话 调和街的话改善是4316米 �满溺期 暖定路的话总共有948米 安乐期的话 曼滨路总长的话 大概有3000米 齊篤地湖的话 弓箭路的话 近前路总长有1225米 那因为时间关系的话 在这边的话 还有这一次百福公园 北湖土及新增六土工業區 七土區生活再生工程的話 總共這邊總長的話 意境大概400米 然後串連北北基 河濱自行車道計畫隧道口 其實抽水彈大概合體 改善工程意境總長150米 這邊的話 我要特別的話 有關還有我們底下的話 19號 21號這個圍橋的話 這邊的話我還是 也是我在這些政見裡面 當然我真的很感謝這些市府相關單位 總算在我18屆一直推 推到現在也完工了 現在目前兩座圍橋的話 就是時間路翁伊武達那兩條圍橋 已經太危險了 所以在18屆樓號有一直提案 然後這次也一直追 總經費的話就是9040萬 工程期的話在108年的話 這個 108年的話5月30號開工 然後完工的話是109年的9月23號 然後總共的話原本的話 那個樓面的話寬度的話 10公尺現在增加為14公尺 然後有關於實踐路的話 實踐道路的話也已經完工了 實踐道路的話改善工程的話是 等於就是3973萬 然後工程的話 他是107年的12月14號 完工日期的話是109年的4月30號 然後總共的話他未來 他改善的前程的話是1550公尺 道路寬度為20公尺 改善為人行步道為3公尺 那這邊我也感謝我們商花兄 在議會的話潛力的支持 然後我們同仁潛力的支持 然後市政府的努力 這邊也抑鬱的在落實了 所以這兩條的話 一個是實踐路19號 21號的微橋改建 還有我們實踐路的4萬道路 也終於都完工了 就都是在我18屆的時候 開始一直追 提案追 然後這一屆列入政見 也一一的落實了 真的在這裡再次的謝謝 我們議會的同仁潛力的支持 然後市政府相關單位的努力 在這邊特別感謝 我好可以看到我們的張一座 其實對基隆市我們七堵區的 所有安全道路的方面 都費了很大的心境 剛才說到的示範道路 我知道安樂區也有一條 就是我們的邁進路 我們要請教發哥 邁進路這個示範道路 老師講是有所改善 不過還是還有在加強 是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各區 都有一條示範道路 那最主要就是讓民眾 行得更安全 在交通建設的部分 可以看到兩位一座 都花了很大的心力 我們還有五分鐘 我們要請兩位一座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有什麼樣的期望 情況是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我們剛所都有提到說 我們大概做了哪些事情 我想那幾乎就是我們平常為民 所爭取的一些這些事情裡面的一小部分 不過我們還是會繼續努力 譬如說像這一次各位所看到的 基隆市好久沒有買新公車 我想這一兩年來我的爭取 我想大家應該是有目共睹 不過雖然只有六七部的新公車 不過總是一個新的開始 希望讓我們繼續再爭取下去 希望我們未來還有機會 再加上我們未來有一個 願意聽我們建議的市長 一起共同努力 把基隆市的公車品質 再繼續往上提升 那麼另外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仁愛之家 這個真的要尊重民意 換位思考 民眾的需求 讓我們把地方的聲音 能夠帶給我們市府做參考 不要說只有市府自己在想 都沒有注意到地方的 民眾的需求的聲音 再來我就講說 石川景這個公園雖然很小 並沒有受到重視 但是老實講 我們地方卻是很重視它 雖然這個公園不大 大概我剛剛講的 包括對面的這些山坡 如果做木栈道 做寸臉 希望把這個兩個小小小小小 金點把它湊起來 多多少稍微還會成一點氣候 更何況 旁邊又是我們的仁愛之家 也是未來的所謂的那個 長照園區 還有一個安樂中學 在那個地方 希望這個地方 讓我們繼續把它努力下去 但是市府要注意 要先跟地方做好溝通 另外一點我要提醒的就是 我們基隆市政府 流民船 流民船隧道這個古蹟在全台灣 是很出名的 即將在我們那時候這麼多年的努力 即將要整修完了 即將要開放了 那麼現在我們的交通配套措施 完全沒有任何動作 從這路那條路是經不起車流的 民眾也不可能走路 走那麼遠 去進到流民船隧道 所以地方要先溝通 交通要先規劃 然後還有 這是城市博覽會 你看 那麼一個小小的噴水池 受到那麼多人的喜愛 可是我告訴你 我們當初的建議 就像海洋廣場 當初的建議 只是建議三米 那時候跟許曉禮市長建議三米 後來蓋了三十米 其實當初我們就說 再沒有用到航道這個地方 你可以用活動式的這個水舞 夜間水舞 我們講過好幾次 我們的那個中原普渡 那個好像哪一個中清會 好像洩信中清會吧 就曾經在那邊辦過水舞了嘛 那你如果常態性的在基隆港 你不要說只有什麼城堡 在基隆港 你用常態性的一個巨型的水舞 這基隆港的特色 所以我們一直在建議 可是後來 雖然現在只是一個小噴水池 不過總是往前跨見一步 那麼希望我們的建議 是政府能夠重視 大家共同努力為基隆 更有繁榮更快樂更幸福 謝謝 是 就是要營造幸福的生活 我們要請教我們的梗輝一座 謝謝 我借這個 基隆這個來電視臺的機會 在此謝謝我們所有的市民 好朋友 鄉親 在梗輝近鄉邁向二十一年 這個從政的支持跟努力 從來棄而不捨的支持我 那也期待有機會的話 讓市民來繼續支持的話 我也繼續的針對我們很多的政策 也需要根系的爭取 而且棄而不捨 棄而不捨的爭取 尤其很多的政策 不是說一兩屆就可以爭取得到 那同時 我們在這邊也再次的呼籲 不管是未來的首長 還是即將卸任的首長 能夠重視一個副問題 就是苦民所苦 要瞭解市民 到底他心中所需要的 是哪一種的生活 尤其我簡單的講 我很遺憾 就是講幾例來講 我們有一里的話 他距離我們旁邊的那個鄉鎮 就是鄉長路那邊 汐止很近 可是那時候我也建議過 我們現在的林市長 希望能夠來了解 他們平常的一些生活圈 然後能夠公車 能夠到我們汐止周遭的串連過去 讓這一些我們也可以從那邊 帶來我們這邊 來我們這邊基隆市觀光 可是很遺憾 到現在要卸任 這個消息都沒有 我想這個是對我們 有一里有些很多的大社區 尤其他們出路的方便 況且我們一直說要發展觀光休閒 成如我們剛才桑花兄講的 那些都是山區很好的一個 避暑的一個休閒區 那卻是我們這個小小的一個極度 只要出面請中央的委員出來 因為這個可能是要監禮戰了 跨縣市的一些公車 要經過的話 已經要監禮戰出面 然後立委 還有市政府的相關官員 一起來努力 這個不會很困難 結果市民期待了很久 所以在這邊 也再次的我們的 呼籲我們不管是未來的市長 還是即將卸任的 好好的思考一下 很多到底 你在任內裡面這些政策 很多的市民所需要的 你有沒有做到 我在這邊 再次的跟桑花兄 也感謝我們鄉親 這多年的支持 希望有機會 讓你們支持 繼續支持 讓我們有機會 根系來追蹤我們很多政見 繼續要追蹤的政見 謝謝 是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豫座 帶我們看到 衛民謀福的熱情 還有毅力 讓我們激動越來越好 謝謝兩位 也謝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